我们现在因为没有时间去那个酒庄里 然后刚好遇到旁边有个酒庄酒窖 然后我们过来看一下 他们价格差不多 就在刚才吃饭的旁边 吃饭对面 而且看盐体里面 就在这个桥的另一头 他那个酒就是国内卖一万多人民币 就是黑山的通通整的 这个十二年的 然后这个是十年的酒 然后这个是七年放现木桶的 我说他帮忙 我说你高一点 你漂亮一点 你拿的 这个是三个月 黑山最好的酒 在国内他们02年跟03年的卖到一万多人民币 这是09年 这个价格还可以 多少钱 这边挺贵的 到时候买单说给你看 他们葡萄园有两千三百一十公顷 当体的葡萄园 是整个欧洲最大的葡萄园 因为本来我们今天约了 因为公司去参观了 今天没开门 然后他们公司有节目 本来我们过去拍摄了 下次再拍没关系 因为我们准备跟他们有后期的做 这个19年拿了德国的一个红酒盏的金锦 这个是五年的价木桶 价木桶跟那个方外面加起来是五年 不是价木桶五年 应该是价木桶三年的 他这款款式很多 都是这边自己黑山的本土 你看这个国内有卖 都是他一个品牌吗 对对对对国内都有卖 Virgil Cain is my name And I drove on the Danville train Till so much cavalry came And tore up the tracks again In the winter of 65 We were hungry just barely alive I took the train to Richmond that fell It was a time I remember all so well 我们现在快到首都了 就郊区了 因为我们赶时间要去拍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桥 所以呢 首都我们就不进去了 如果有时间可以来来看看首都 但首都就那样 那来吧看看就可以 有时间来啊 没时间你们就赶路回去 看一眼还好 我们就这样穿过去了 穿过去从首都里面穿过去 因为首都他比较新嘛 新的东西哪里都有 而且他首都也不大 就是来往人口 他也算是这个国家的中心的位置了 差不多吧 怎么说呢政治中心吧 也是位置上中心嘛 因为他这里面都 你看我们的葡萄园就比这个首都大 你就想像这个 嗯 两千多公顷 然后他这个地质地貌 就杀死结构 嗯 都是杀土建 方向市入环岛出第一出口 市出环岛 他总共首都人口没多少 前面一点我就看到 这个工厂都很大 以前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 他们工厂都规模蛮大的 然后因为国家一分裂你看 他的经济结构就没有 我就打个比方 以前的南斯拉夫就是现在的中国 只不过中国体炼乘以100倍而已 因为集团他们的工业体系非常完整 跟赛威亚人这么聊他就明白了 他问我们中国人现在怎么样 我说中国就像你们以前的南斯拉夫 现在富裕起来了 我们也愿意出去玩去认识社会 认识世界 那只不过在体链上可以再乘以100倍 甚至更高 那这样他就明白了现在中国的一些状态 因为以前他们在世界上也是比较领先的嘛 包括以前拖拉机都出口到德国 然后小汽车都出口到美国的 那确实厉害 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前 嗯 所以就那时候一个整体没有分裂的时候 他邻居的力量是非常大 就我们一只手一样 拳头捏起来才能打人 你这样怎么打人 我们又不会一直惨 只有这样骂人 没有这样打 还有五兄弟应该被拆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市郊了 黑山少说包多锅里茶 锅里茶 这算是市郊 市郊快马上就1000米 就是市中心了 这边就感觉有点干哈 对啊 没什么事 所以这里 所以这里种葡萄好 在市中心旁边绕了 市中心也一般吧 有时间可以打个卡过来 有个教堂挺大的 但也没有特别大的 看着车转一圈也就是那 对啊 对对就是那样 就是你逗留吃个中饭的时间 嗯 留在这里住宿啊 什么什么意思 一般来黑山都去 要不去海边 要不去那个扎布里亚湖 那其实黑山的南部跟阿巴尼亚交界的地方 那个徒步也非常漂亮 跟科索沃街的地方 它那里海拔2000多米 很适合徒步又没什么人 嗯 得有时间 有时间就可以去 嗯 到那个地方叫北南 不是接近塞尔维亚跟科索沃交界的地方 嗯 那地方值得去一去 有机会我们再去拍吧 我们去哪里啊 我们去一个波黑 不是黑山 不是搞乱的 黑山比较一个著名的修道院拍 嗯 我们在路上现在 在那个白色的位置 嗯 非常漂亮的景观 主要是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信仰 没有中招信仰 但感受一下那个风光 它是在那个整个塞尔维亚 包括巴尔干地区 这个修道院是非常有名的 它是在一个悬崖 赤壁上找出来的一个修道院 嗯 我 因为历史文化这块 我们很多没有去去研究或学嘛 那我 就我身边的朋友 很多朋友都说 嗯 这个修道院 像球签的话很准 所以他们叫 有 我把它命名叫 有球必应 有道院 嗯 嗯 用我的理解方式啊 嗯 听说上零嘛 你看一下那个山体 你就知道了 你试过吗 我 没去过 没试过 这次特别怪怪的 去感受一下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 哦 我们现在到那个黑山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 这要盘山公路上去 哦 我们这景点来的人挺多的 包括俄罗斯的 包括中国人也很多到来这个景点 那我们就往前面走 要盘个山 上去 还有20公里 你看那旁边的旅游业好发达 嗯 嗯 很多餐厅 你看旅游业发发达 和餐厅就知道了 那上面都是餐厅 哦 就很多人经过这里 这当时为什么有这些修道院 就是 其实也是土耳其人 嗯 因为这个只能躲在山里 哦 所以他们也选了一个 比较修量啊什么 比较 比较好的地方 你看这块绝冰也是非常漂亮 嗯 刚好隆起 然后看的很远 他们就趴到山里藏着 对啊 藏着嘛 几百年啊 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民族也是个坚韧不拔的民族 从来没被屈服 虽然被殖民那么多年 打不死的小钱 看很多人是 朝圣一样上来 他们有要爬上来的 他们不开车 就走上来 走上来 对走上来 但是东正教的人还是比较前程的 走二 我们开车二十分钟的话 走至少的 这一两个小时要的 两个小时至少 两个小时至少 出名的 足球虽然没有经过世界杯 但是水球 一直 一直全世界 前三名 经常是第二名 或第一名的 前三名 一个是赛尔亚 一个是 黑山嘛 黑山你看六十万人口 因为他们个子都很大 又壮 水球 据说是运动里面最 最需要力量的 最需要体力 体力 然后肺活量 然后又在水里 而且又力量性的 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去打 橄楼球 两米的高 然后一百多公斤 两百公斤 一百多公斤 而且长得又高 又壮又猛 可以关注一下水球 嗯 在关注水球的时候 你就能知道 黑山人跟赛尔亚人 在水球领域 多牛逼 但冷兵其实是 他们挺能打的 冷兵近时代 他们注意很难打 所以那个赛尔亚人 两万人能把 土耳其三十万打趴下 那是哪场战争呢 就是 我们认为的科索战争 不是 他真正的科索 为赛尔亚认为的科索战争 不是我们说的99年 99年是北约轰炸 叫科索战争 其实那是北约轰炸 然后真正的 呃 战争是那个 老的那个 老的那个 139几年 他们这边主要是东正角 都会过来 对 你看真的是很多 很多住的地方 什么的 而且这么高的地方 都有这些卖水的 对 说明人很多 大的一个 大的一个景点 对啊 这么高的地方 还有这么多卖水 你看 还是放在太阳底下这样 说明人量肯定大 右转然后您将到达目的地 搜紧什么钱 太阳底下 嗯 是不是 现在